Welcome to IT&D Guide to Tobio. My name is Kevin 那我们现在就来下载SQL Server 那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讲义的部分 下载SQL Server呢过去呢我们就是来这一个website下载 可是现在这一个website呢 它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如果你是这个free的 你是用免费的账号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下载到developer版本 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删除掉 那你可以下载到express的版本 但是呢我非常确定这个developer版本是免费的 那你可以再来到这一个地方来 这边再给你下一个连结 你可以来到这一个连结 你可以来到这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呢就是专门下载SQL Server的地方 然后去下载这个SQL Server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写说 SQL Server 2019它的这个developer版本 它是full feature 它有所有的所有的功能 然后它是免费的哦 它是免费的 然后那通常会用在这个test啊 还有这个通常会用在这个没有 就是没有在production的地方 什么叫production production就是比如说像你的公司要开发新软体 那这时候就是属于production的部分 就是属于这个实际上的部分 像如果你只是要学习啊 for education就是for这个教育 学习这方面的话 其实你用developer版本就够了 但是呢它在功能上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只是它的license有差别而已 就它的这个执照有差别 好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来这边下载 下载之后呢它会下载这个叫做sql 2019 seeridev 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放到我的这个桌面上 然后我放到桌面上之后呢 它就会下载下来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小 它只有5.67MB 好那这个5.67MB 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sql server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它其实是一个web installer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 请问老师有没有办法去下载到offline的ISO答案 其实是有办法的 你只需要去执行这个指令 那它就会打开这个画面就可以下载了 好那我现在就来示范一下这个指令要怎么来做 首先呢就是像我自己个人的习惯 就是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下载旧版本的话 要怎么样去下载 好那这个人就说的很特别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在这个website里面呢 它很难去下载到旧版本 包括你来到这一个地方 如果你像比如说以前我们是在这个 myfreshestudio.com 如果你要下载2017 你搜寻2017它也只会有express的版本 然后你要下载2016 它也只会有express的版本 就是它把所有的developer版本都拿掉了 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免费账号的话 那你是下载不到developer版本 我觉得很龟毛啦 因为你付费的账号还是可以下载的到 但是免费的账号就下载不到了 但是呢我录制课程都必须要是用免费的账号 好那这边如果你要下载旧版本 它其实它只是把这个link隐藏起来 那你这边点进去呢 你一样是可以下载什么呢 你这边点进去呢 你一样是可以下载 SQL Server的这个 2016的这个 这个版本啊 那它这边都是有连结 你可以在这边 直接 直接点开来它就会跟你说 SQL Server SEDEV SSEI 看来这个应该也是web installer 好但是呢不要紧 你下载下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你下载还是web installer 好但是你下载下来之后 你一样可以透过这个指令 就是斜线action等于download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下载整个ISO檔 所以现在你都只能下载到installer 反正它就是把 你现在都只能下载到web installer就对了 就是如果你是免费账号的话 你是下载不到ISO檔的 但是还是有特别的方式 那我现在先把这个2016的把它删掉 好所以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说 它现在把旧版本的连结都缠起来了 那我现在把它翻译成中文给你看 中文 看嘛 翻译成中文 好 好 然后它就 你可以看到它是在2020年4月 所写的这个东西 然后它就会发现说 其实SQL Server 是还是有办法去可以直接下载 就以前就是发现说 就是现在要下载没有那么简单了 好现在要下载必须要去特别去搜寻 它的这一个这个不同的版本 好就很难去下载到特别的版本 好所以这边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所以这边不是我在说 好你也看到这个人在说 那你可以自己来阅读一下 好连结都给你了 然后这是2016的这个DRAID Link 你可以自己下载 好 那如果你要下载更旧的版本 要怎么办 你要自己Google 自己再去找 这个就真的 没有办法 只能慢慢找 好然后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来download 这个SQL Server的ISO檔 download SQL Server的ISO檔 我们现在就来下载这个ISO檔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 像我自己个人的习惯 我会先在第一槽 create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我会在这里面 再create一个新的资料夹 叫做这个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会create这两个资料夹 OK 然后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Web Installer 放在这个路径 好 我把Web Installer 放在这个路径 好 所以在第一槽 SQL Server 2019 这个位置 就是有这个答案 然后跟这个 控制掉夹 好那我在执行的时候呢 我会怎么执行 好 在执行的时候呢 你要先打cmd 从来 那叫cmd 好 cmd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然后run as administrator 所以你就会把这个cmd打开啦 那你cmd打开之后呢 接下来你要先去d槽 好 你要先去d槽 去完d槽之后呢 接下来你要叫他说你要执行这个指令 然后接下来 好 空一格 然后写线 action 等于download 好 然后那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指令copy一下 好 那我就来执行一下 我好像没有忘记按复制哦 再重新复制一次 然后按下enter 好 那他这时候呢 就会打开这个画面 打开这个画面呢 接下来你就要选你的路径 像我自己的路径呢 我会把它选择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把它copy到这边来 好 然后那这边就可以下载你要的版本 我是下载英文版啦 好 那我要下载一个ISO档 然后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按下download 好 我就可以按下download 当我按下download之后呢 他就会开始去下载 下载完之后 他就会跟你说download successful 那你就可以把它关掉 那你就会得到一个ISO档 好 你就会得到一个ISO档 好 那我这边就不download了 OK 然后下载下来之后 你会得到一个ISO档 他的ISO档呢 其实是长这个样子 等我一下 这些都是一些我的笔记 在这里 好 那你会下载一个ISO档在这里 好 这里呢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来安装的 好 然后那你等一下呢 我们下一个video呢 就会来介绍怎么安装这个ISO档 好 那我们这一个部分就讨论到这里 好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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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